我要請問顏教授 是因為我們看到很多梗圖下面 有一些網友的回應 他就說剛剛我們談到的 中華亞太精英交流協會的民調 現在弄出這樣的一個這種民調 或者是又多了一個新的民團 我們等一下會帶大家來關心的是 據說又要在下禮拜 好幾度的上街包圍立法院外面了 那號召6月19號開始 全院委員會審查覆議案的時候 回到立法院集會 是不是因為發現青鳥 臭掉了 所以只好換一個民團 但是在做的事情一樣 民進黨根本就是欲蓋名張 越是撇清越是心虛 國會改革就是主流民意 現在既然陸戰都開打了 那麼就直求對決戰到底吧 因為民進黨就是欠教訓 顏教授 我先第一個我先回應一下 說60歲的年輕人 其實這個主題就是代表著什麼 代表就是他們可能40年前 這個30多年前還年輕的時候 支持過民進黨 但一旦感情投入以後 雖然知道這個婚姻不好 還是繼續下去了 就是沒有辦法脫離 這樣被這個情緒綁架了 所以這個是美國研究投票 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有慣性的 投票真的是 他第一次投票投誰以後 大概幾乎以後就不太會改變了 所以這個為什麼民進黨現在急著 看到民眾黨把一批第一次投票的人 這個轉去投了民眾黨之後 他們那麼緊張 因為這個是在我們研究選舉裡頭 可以看得到的一個就是 這個投票行為改變不是那麼快 就是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有的時候一輩子都會投 你常常聽人家講說 就是他 就是從來 而且他們進去投根本 什麼都不用問 所有的人 他就他們美國投票有一個機制 就是我從總統投到我地方議員 全部一次一拉 全部都是同一個政黨 就有這樣子的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不意外 只是就是說今天民進黨 到底能不能夠再動員出這些年輕人 來參與這些活動 對不起現在也 該大學生也放假了 當務結業 應該要出來 可是禮拜五TGI Friday 他們不應該 可能沒有興趣參加這個 他們可能要Party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你不要以為你的訴求 年輕人還這麼有興趣 因為包括這個 我看最近這麼多的動員 國民黨也需要擔心 因為你今天這麼多的這種 就是下鄉出獎 然後要需要很多的民眾出來 但是會不會都是同樣 都是同溫層的人才會出來 你到底有沒有辦法打到那些 我們講說中立的選民也好 或者是說對政治過去沒有那麼清楚的人 我覺得這個是雙方兩個黨 可能都要做很大的努力 但是基本上台灣說老實話已經 我覺得叫做過度政治動員 每天給你這樣政治動員 如果說今天政治動員就是說 我今天有個便當吃 你發我一個交通費 然後讓我出去玩玩 我覺得這個有些人搭個遊覽車 有些人沒事嘛 夏天搭個遊覽車有冷氣 睡個午覺也蠻好的 但是基本上台灣過度政治動員 我覺得這不是好事 你們為什麼每天都要回去訴求你的這個民意 然後說這是民主 說現在的這個執政黨破壞民主 你們的偶像 對不起 民進黨的偶像川普 他的支持者川普現在叫做 我們講說這個讓美國再度偉大 他們的支持者 現在丟出一個最新的概念 說美國不是民主 美國是共和 就是說他說憲法裡頭沒有民主這個字 美國真的是沒有 但是有共和兩個字 那為什麼叫做共和 他說其實我們學政治學 共和是代議式民主 如果今天真的是要代議式民主 那你就要尊重國會的多數了 而不是你在那邊覺得 好像很多人民的意見 沒被聽到什麼等等 再去動員民眾 如果你今天真的把川普當作你的偶像 然後川普的這些支持者 現在提出來的新概念 就是說我們其實民主該有的都有 所謂的民主其實對個人的言論自由 這些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但是政治程序裡頭 在政府的運作上面 其實所有的國家 今天因為規模的關係 大概都是代議式 不可能是直接民主了 直接民主只有說 今天我們一個班級投票去哪裡玩 我們今天決定要去哪裡 那個人數有限可以這麼做 那都是代議式民主的時候 那代議式民主就是你尊重選舉的結果 選舉的結果今天你輸掉了 就是下一次希望你贏回來 否則就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就是說來透過動員民眾 我們上次已經過去也討論過 動員民眾就是毛澤東的動員 這個紅衛兵是一樣的 然後你是最反中的 你為什麼學大陸 學毛澤東這個 他們叫做繼續革命論 我覺得這個很像民進黨 民進黨就是說一選舉完 又覺得說我的民眾還需要再動員 所以又繼續動員 繼續動員 這個叫做動員疲乏 我真的覺得說 總有一天臺灣民眾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今天花錢選你 結果你好好的在議會裡頭做決定 沒事又來動員我們 我覺得如果今天我沒拿到好處 我憑什麼我每天被你動員 我覺得這個是臺灣民眾自己要去檢討 因為我們今天付你的薪水 選出來讓你在國會工作 然後就是希望你能夠多多 就是在法律在專業上面 因為你接觸的資訊比我們完整 所以你可以做出最好的決定 而不是今天碰到選這個 你的這個政策被人家 這個好像多數壓 碾壓之後 你就回頭來要我們動員我們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那另外最後我想就是 我還是要講一下 今天民進黨強調的說 好像對方都沒有 問題是如果你過去一直認為說 國民黨跟民眾黨在這個議題上面 又跟你多要討論 那他們今天跟你要討論的時候 你為什麼在國會裡頭做出來的 都是一些杯葛的動作 對 要不然你就很 就很簡單嘛 如果你今天是不是反對改革 如果你反對改革 你就說我反對改革好了 好那要不然你就說 那我就提我的版本 我覺得這也可以啊 然後大家來比較嘛 可是他不是啊 他現在就說你不給我們討論 你就提版本嘛 你就提你自己的版本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方式 所以再訴諸民粹 我覺得再繼續這種持續的民眾 動員民眾是很無聊的事 而且很內好 很浪費資源啦 周老師說話 韓濱哥我必須要讓你奇聞共賞一下 就是呢 黃捷在昨天的院會 向卓榮泰提出說 起草這一部法律 也就是說藐視國會這件事情的委員 黃國昌說 99.9%的人都不用受到影響 請大家不用過度恐慌 說沒有辦法就沒事了 請問院長你同意這樣的說法嗎 卓榮泰回說 我必須接住每一個人 我想第一個 警銷你有接住每一個人了嗎 國軍你有接住每一個人了嗎 社會安全網你接住每一個人了嗎 他現在告訴你說 國會藐視國會這件事情不能過 因為我們要接住每一個人 大家知不知道一件事就是 你以為只有國會才能夠把人交去問嗎 我們現在都還沒通過 我們一大堆事情 都可以把一般民眾交去問 社違法可以把人交去問 對不對 然後我們基本上你就算是違反 衛生局衛福部相關的條例 人家都可以把人交去問 每一個部會都有這個權利 因為只要你觸犯法律 或是他覺得你可能觸犯法律 他就可以把你交去問 那為什麼立法院就不行 我就覺得很奇怪 而且我就覺得 卓榮泰這個回答超級詭異 你要接住每一個人 你怎麼接住 我都不知道你怎麼接 上次那一個 唬爛說他要接住每一個人的 那個人叫蔡英文 是啊還拍廣告呢 對啊什麼也沒接住 他我跟你講蔡英文這八年 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眼睜睜看著大家往下掉 就是這樣子而已 他誰也不接 球球都漏接 對啊他只接他自己家的貓貓狗狗 對啊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所以我覺得 不要在那邊扯這些有了沒的 胡說八道的東西 實際上 我跟你講 黃國昌提爾這些東西 很多都 基本上都是民進黨過去提過的 你民進黨自己過去 也是這樣主張的 然後等到你民進黨自己執政了之後 像沈普馬眾人就出來說 我們要的國會改革 是要去讓立法院更開放 讓民眾能夠監督立法院 監督什麼鬼立法院 立法院是民眾選出來的 到底在講什麼啊 所以這些人已經到胡言亂語的地步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其實不知道 怎麼樣去面對這個東西 所以他們只好用一個方式就是造謠 到處告訴大家說 你們很危險 你每一個人都有可能被抓啊 那個林明星最好笑 他說 那個你 那個有一天如果立法院 想要了解 這個 便利店的這個使用便利信的話 就可能把家庭主婦叫去問 神經病啊 立法院突然去了解便利店的便利信啊 便利店是一般民間的企業 立法院跟立法院一個屁事啊 而且關家庭主婦什麼事 對啊 所以這種人已經故意的 他們就是故意要去恐嚇民眾 就是說你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會有事 但是我告訴你好不好 其實每一個人本來就都可能會有事 因為我們有其他的一大立法律 都可能把每個人叫去問 只是不是立法院在問你而已 是警察局在問你 是衛生局在問你 這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啊 所以不要再恐嚇民眾 再恐嚇民眾 會讓人家覺得 我們台灣根本是一個垃圾的國家 根本就不是什麼民主國家 感謝我們的觀眾朋友 你我都有責任 好台灣省啊 他說這個是中國的一個省 加油加油 非常感謝我們觀眾朋友 我們不同的意見分享 那對我想要請教一下陽明哥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他們已經宣告了 就是要繼續上街頭 只是這個新的 就變成是用台灣公民陣線 他們宣布青鳥會在6月19號 到6月21號這段期間 都要重回立法院來繼續監督 剛剛提到網友為什麼質疑說 是不是因為青鳥臭掉了 所以要換一個公民團體 也是因為最近不管是青鳥的 海外創始人發現是劉喬案也好 或者是募款的發起人 也都涉嫌有詐欺等等的 你認為在下個禮拜持續動員 還會再能夠衝出之前那樣的數字嗎 還是會有很多人 噢 還是會有很多人 睡不膩啊 不是膩不膩 你們絕對不要小看 這些所謂的同溫層的群眾 不管怎麼樣 他們已經把這個所謂的 立法院周邊 成功的塑造成了一個叫公民夜店 噢 我不是講說他們是什麼狂歡 或什麼 而是說他們在享受 在這個場域裡面 跟自己的同溫層 互相交流的那種感受 那當然我覺得這不是壞事 什麼叫不是壞事 就是本來我們就是一個民主國家 任何人都可以在街頭上面表達他們的意見 而這個青鳥行動從一開始 慢慢號召到說什麼號稱破10萬人等等的 不管他有幾萬人幾千人 甚至說穿了就算今天只有兩個人 這都是一組 這都是民主國家的常態 現在在立法院旁邊監察院 有幾個 我是看了覺得有點難過 就是有幾位這個 他們因為像有一位就是這個空軍 我記得是上士還是什麼 反正他就是以前在那個 就是也是軍中的冤案 然後他包括把他的這個兒子的遺相 蔡學良 蔡學良 對就把他的這個照片 都把他用成大圖輸出 然後掛在立法院的桌邊的牆 對在中心的後面 對那其實蔡媽媽他也參選過 然後呢他現在又再次啟發 啟動了這樣的一個行動 那我是希望這些青鳥的朋友們看一看 看一看 也去看一看就是說在立法院旁邊 有人在這邊已經待了 我跟你講至少好幾個月了 好幾個月了 每天上曬太陽然後淋雨 都掛著他的這些訴求 對那他的訴求是什麼呢 他就是只是希望能夠 給他兒子的死一個真相 對 那這個他這個案子從 當年洪仲秋事件過後 就是他這個案子 我們當時在立法院都有跑過 可是就是不會 就是沒有一個後續 所以他後來 包括透過什麼 也是想盡辦法有去支持民進黨 包括呢去參與 這個一些選舉等等的 可是都沒有得到答案 那現在民進黨執政了 也沒有已經八年了 也沒有給他一個答案 那這樣的軍中的冤情冤案 就是洪仲秋過後 還有誰在乎 一個好好的孩子他到了軍中 然後呢說什麼打靶 被榴彈擊中 然後他就過世了 那如果你是這個父母親的話 你覺得你的心裡能夠有 有願意接受這樣的事實嗎 那所以我才說像這樣的事件 任何人這樣上街頭都沒有問題 只是青鳥行動我們 我認為他還是會有一定的程度的 這個群眾的能量 但是關鍵就在於說 我覺得值得觀察是 從這個517 521 521 524 528 4次再經過這個所謂的這個行政院體複議到現在 經過整個社會輿論討論了將近一個月了 那接下來這個6月19 20 21號 他們再到這個街頭上面的能量 我認為不會太少 但是能量能夠去更具爆發 還是說明顯的如果說是比較是少了一些的話 那可能對整個運動來講 他們的戰場可能就要轉移了 其實你可以看到 包括他們這些公民團體 他們很努力的想要去集結其他議案 包括什麼他們講說 如果你敢修選罷法 我也要反 如果你敢修什麼法 他把很多很多的法案的訴求 全部灌在這樣的一個議題裡面 那包括連在程序委員會檔案 他們都覺得是要反 那他就變成是一個叫做在野黨 立法院在野黨團的監督聯盟 可是我只勸各位這個公民團體 一件事情就好了 在你們監督在野黨有沒有賣國同時 要不要也監督一下你們執政黨 有沒有配合對岸統戰 胡歌來台灣 你們為什麼不去抗議陸委會 然後很多人說這是統戰 對啊 那誰讓他來了 那你們要不要去問一下陸委會 為什麼讓他進來 就這樣 我不認為這是統戰 我認為這是一個正常的文化交流 但是你們不是說 這個習近平的手已經升進國會了嗎 那現在既然對岸的這個 這個男星可以來這邊 作談 還說我們彼此 什麼不分彼此 如果你覺得這是統戰 是誰讓他進來統戰的 不是你們最敬佩的民進黨政府嗎 那他的手已經升進陸委會了嗎 那你們是不是應該要去抗議的對象 應該要思考一下 就用同樣的標準 檢視每一件事情 這很簡單 但是這個對很多人是做不到的 他們對很多 對在野黨就是用嚴格 而且是用這種叫做賣國的標準來看 對民進黨永遠都是愛國 那我就不懂 這樣的公民團體 你要怎麼說服更多人 這是我覺得比較擔憂的啦 所以像接下來 反正這個青鳥行動 他一定會持續 不過我剛剛我要更正一下這個主持人 那個劉喬安他不是海外的發起人 他頂多是一個設計影片的 其中的一個參與者 因為他們那個團 他們那個應援團有特別發聲明 我是擔心說 有切割 對到時候應援團又說中間 又是配合什麼對岸在什麼 所以不意外的 但是劉喬安有參與是真真實實的 而且6月6號 劉喬安還在他的臉書上面 把他們這個紐約時代廣場 他們的這個一個紀錄影片 把他分享在他的臉書 他是很驕傲認為他參與這樣的活動 嗯 感謝我們的 這是廖彩琴的斗內 以及何欣欣的斗內 你有上街訴求自己的權利 但不要影響到周邊的人 例如像台大的兒童醫院 共勉支他也在跟 接下來下個禮拜 也許會連續三天四天 要在立法院外面包圍 或像剛剛我們的陽明哥講的 在外面是一個民主的夜店 這樣的狀況 但還是要特別注意 不要影響到更多的人 那對啦這個講到在外面 立法院外是民主夜店 其實在 我突然想到 這次沒有夜店了 因為這次都不會開到晚上 好 但上一次之前幾次真的是民主夜店 我們等一下在廣告 第二小時回來的時候 我們要來聊一聊 在立法院內 那恐怕就是民主早逝 就是無論什麼議題 只要不通過 就先出來吵再說 我們第二小時見 第二小時歡迎大家持續 加入我們週末大報掛的行列 您可以到子萍一起來收看 在裡面跟觀眾朋友討論節目的內容 也可以看看 斗內給他們加油打氣 那歡迎您上YT搜尋大新聞大報掛 幫我們按用訂閱鍵 看到我們的子萍 先再見 縮圖點個讚 打開聊天室 加入觀眾朋友討論節目內容 那當然第二小時除了陽明哥 持續陪我們以外 六陽明的時會議員也來了 哈囉 晚安 他們的彥秀委員 大家好 剛剛講到的民主蔡奇亞 就是像現在 因為其實很正常 就是在藍白的這個 相對多數的狀況下 民進黨要表決多半都會輸 昨天在院會呢 是為了救國團條款上演了表決戰 那國民黨在假動到齊的狀況 對上民進黨最後是以52比49票不通過 那沒關係 反正一不通過之後 民進黨團又開始假西拿出來 然後在議場裡面舉牌抗議 甚至還拍起了大合照 議場的秩序把它當作空氣 那韓國瑜的無奈表情 其實當下也被這個媒體都給拍下來 他就靜靜的看著大家在表演 講到韓國瑜也必須得聊一下 就那天在這個朝野協商的時候 他跟莊瑞熊吵到拍桌 事後張家俊也特別提到 韓國瑜其實腰傷也復發 當時韓國瑜也說 這可能心痛比腰痛更痛啊 彥秀文人 我覺得真的是很無奈啊 當時朝野協商只有黨團幹部可以進去 然後過去的朝野協商 其實都是執政黨先 禮讓在野黨先說話 然後第一輪就是每一個人先發言一次 然後再來第二輪 再來第三輪 那一剛開始這個柯敬明講完了 突然這個莊瑞熊說我也要講 那當然這個韓院長會說 那接下來我們換在野黨先講 那因為國民黨是韓國瑜 是自己是院長嘛 他就禮讓民進黨先講 那講完了 當然第二個先讓民眾黨先講 那最後是國民黨講 那我覺得這個是符合邏輯的方式 然後現在莊瑞熊可能稍微 越來越跟這個柯敬明一樣 最近情緒有一點沒辦法控制 就一開始第一時間就開始想說 為什麼又禮讓黃國昌先講 就每一個人 每一個政黨第一個人先講 講完再第二輪第三輪 這是很很很符合邏輯的事情 那碰到一點小事就大吵 而且光是那一天其實 朝野協商的結果其實是非常有共識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民進黨現在碰到一點小小的問題 或者是都要去凸顯他自己的偉大 其實他們都可以接受 但就是先鬧再說 先鬧再說 然後完全不符合過去的朝野慣例 或自己提出來朝野協商的形式跟模式 然後就發飆就拍桌子 所以剛才您提到說 韓院長這個包括張阿俊都說 韓院長的心痛比腰痛 包括前幾天禮拜五的時候 在處理相關的議案的時候 院長就想說一開始大家就說 你們大家小聲一點 這邊是議場 你們等一下要手舉牌拍照 下一輪再去 他也跟國民黨講 也跟民進黨講 大家稍微小聲一點 沒想到這個報告案的表決一過之後 民進黨又開始抗議抗議 其實民進黨才一開始說 報告案每一個案子 其實表決的結果 不管您支不支持 都會到各委員會二讀會 好好的討論 不管你對眾國團 認為它是不是黨產 它應該是如何做界定 你就好好回到委員會做討論 這不是在國會改革當中 民進黨一直在要求的嗎 你怎麼現在一直在杯葛 杯葛 杯葛 所以目的到底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 民進黨碰到在人數上 或者是在議案上 他稍微落勢的時候 就想辦法用過去的 阿拔的形態來去處理議案 但是不要忘記就是說 現在的國會已經不是 過去的國會 那國會無論是多數局也好 也不再是過去民進黨 可以把它當成行政院的立法局 甚至是立法處來處理 所以我覺得 呃 成如賴清德所講的 呃 呃 少數 多數 少數服從多數 多數尊重少數 彼此互相 我相信這才是人民要的國會 對 當然你可以動員這個 行政院有所謂的 複議案的權利 那當然OK 在場外民眾 當然可以有公民的 群眾運動的權利都沒錯 那只是呢 我覺得民進黨最愛玩的 現在目前的方法 就是濫用著視線的這個功能 那我們要題外話讓大家來看到 我們邀請我們的淑慧姐幫我們來解析 這件事情其實是一個 完全不相關的 可是我們讓大家來看看 民進黨的奪愛其視線 陳斐娟資深媒體人在他的臉書有PO 劉建國是愛情的騙子 那劉建國當然不滿 他就提告要求刪除文章 並刊登道歉啟示 可是因為這個案子呢 連最高法院都以程序不合法 是駁回他的上訴判決 所以是敗訴確定 但劉建國不服 申請裁判憲法審查 連憲法法庭現在都裁定 不受理啦 本來大法官是憲法的守護者 守護神 但現在民進黨把大法官 當作他家的法院 因為大法官都是我們任命的 所有的爭議 如果我不爽的話 我就最後提到大法官去 然後大法官說什麼 就是代表憲法解釋是什麼 是這樣子嗎 當然不是啊 我覺得大法官自己 要自己節制 節身至愛 畢竟我們這些大法官 我們還是會對他們有所期待 而且有所公信力 而且大法官是終身奉 終身奉 你當了大法官 你終身受了這個國家的供養 終身受我們人民納稅錢的供養 可是如果你淪為一個政黨 變成你私人家裡的法庭 我什麼狗屁刀招的事 連這個緋聞什麼渣男什麼 通通丟進大法官的憲法法庭裡面 而且大法官還可以說出說 我們為什麼要跟民意屈服 這種話的時候 然後最後他還爽爽的拿 這個人民的納稅錢 去養他終身奉獸 大家想想看 我們會感恩嗎 我們會感恩嗎 所有的民眾應該不感恩吧 如果大家就知道說 我們大法官一個月的薪水是多少 然後退休以後 還可以繼續領多少的話 我相信對很多一般的老百姓來說 他會覺得 你們這些人做這些事 可以領這些錢 我們不希望大法官淪落到 被我們去算說 你們這些人憑什麼領這些錢 可是現在的大法官做的事情 我們沒有覺得 他在扮演憲法的守護者 相反的我覺得他們才是 有時候真的讓我們覺得 他走在憲法的這個 這個危險的邊緣 鋼索上面 譬如說我就一直不知道 當總統到立法院來 接受立法院的 不管是諮詢也好 或者是說急問急答或是報告 請問一下 為什麼急問急答就是違憲呢 憲法有哪一條說 總統到立法院來 你不能要他講話 我們神聖的總統到了立法院來 想開口就開口 不想開口就不想開口 你讓他講話就是違憲 請你翻開任何一條憲法告訴我們 立法委員要求總統講話 要求總統回答問題是違憲 這笑死人了 我們總統是又不是啞巴 然後他到立法院來 而且我們總統是民選 立委出身的 他當年也是很喜歡質詢人家的 他當年也是市長 他是不能講話嗎 對不對 為什麼這個也可以扯上違憲 我始終就搞不清楚 憲法到底哪一條說 叫我們總統到立法院來 接受立法委員的 不管是被質詢也好 質詢也好 或者是請教也好 這樣子就叫做毀憲 而且什麼叫毀憲 當一個總統候選人 在總統的辯論場合裡面 講出說我們的憲法是災難的時候 這個總統候選人自己就在毀憲了 所以現在民進黨 真的不要再講憲法了 如果他們可以 他們巴不得自己重新置憲 他們巴不得自己重新置憲 所以一個要毀憲的人 不斷的在喊別人是毀憲 這個換一句白話文叫什麼 叫做作賊的喊作賊的喊作賊 民進黨就是這樣 我今天看到藍綠 兩黨都在台南拼場 街頭開獎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非常訝異 因為現在已經陷入台灣 史上最混亂的時候 為什麼這麼說 過去不管怎麼樣 台灣的選舉已經夠多了 兩年選一次 中央一次地方 大家已經覺得選舉已經夠多了 夠煩了 然後好不容易選舉年完 大家都覺得會休養生息 政府要好好去做事 拼經濟拼治安 什麼都好 你就是只有這兩年會好好做事啊 因為你明年又開始要選舉了 才剛選完而已 為什麼又開始街頭動員了 為什麼又開始到處去宣講了 我們這些官員都沒有別的事要做了嗎 我們的政府都沒有別的事要做了嗎 那說來說去大家在吵什麼呢 在吵很嚴重的價值衝突 國家的未來嗎 不是嘛 如果你今天在吵的是說 哦 統獨議題 要重新自現 這種涉及國家未來的大事的話 然後你要拼場 刻不容緩 進行人民的民意的對決 那我覺得也就算了 可是今天你們要吵的是什麼 國會改革法案 聽起來很了不起 實際上就叫做國會監督法案 就是在講立法院跟行政院彼此的關係 就你們兩個院的關係而已啊 就是你行政院到底要不要被管 要被管多少 就這樣子而已 跟我們老百姓有什麼關係呢 不要去 把他講成大帽子抗中保台啊 國會擴拳啊 滅台計畫啦 通通出來了 不要講這些隔帽子 說穿了就是我們的行政院 我們的賴清德 他想要跟蔡英文一樣 8年不受控的爽爽做 為什麼蔡英文可以 我賴清德不可以 我要不受控的爽爽做 權力隨我用 官位隨我分 預算隨我花 就是這樣子 那你們怎麼可以在我還沒有上任之前 你就用一個井窟咒 把我這個孫悟空給哭住了 我要做壞事的時候你就要開始念經 對不對 所以現在賴清德跟整個民進黨 就是要把頭頂這個井窟咒拿開嘛 拿開以後才可以繼續翻天覆地 像過去民進黨8年一樣 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其實就這樣子而已 不用講這麼多道德高大上的理由 沒有這麼多理由 就是我不想被管 老子現在當總統了我不想被管 我想要隨便花錢 我想要隨便分官位 就是這樣子 民進黨過去8年已經習慣了 我說了算 怎麼現在要跟你們商量 要跟你們在野黨商量 要被你們監督 對他來說這是沒辦法接受的事情 所以他們把國家大事 什麼打詐騙 能源政策 高房價這件事擺在旁邊 人民的事干我什麼事 我的事最重要 我現在要先擺脫立法院這個井窟作 我擺脫了以後我未來的4年 才可以繼續全力一把抓 全力一把抓金錢隨我花 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不要講那些理由啦 那些民進黨被動員的人 你知不知道你們在為誰動員 你知道你們這麼熱的天氣 在為誰流汗 你們在為民進黨這些當權者 他要盡情去享受權利 盡情去花國家的錢 你們在為這些人流汗 你們在為這些人浪費你們的時間 沒有人去侵這個逼迫 迫害他們 台灣 現在整個台灣 沒有一個人可以破壞民進黨 沒有一個人可以壓迫民進黨 大家只是在想方設法的 想要讓他們權力小一點 想方設法的再漩縮一下 我們執政者的權力 就這樣子而已 民進黨就不行了 然後我看到民進黨就像什麼 大家有沒有看那個黑道電影 有很多黑道恰隆恰厚 可是當他做生意的時候 想要漂白的時候 他就穿上西裝 假裝是斯文人 然後現在一旦翻臉不認人 以後西裝脫掉來 你還是發現他還是流氓一個 那他還是要撂兄弟來 感謝我們的觀眾朋友 我們的斗內 就前鋒的斗內說解放全中國 感謝何仙仙的斗內說 淑慧加油 政治家加油 感謝我們的迷無君的斗內 好奇怪 沒有對大法官前置的機制嗎 好我們談完了國會 我們要來談一個 據說昨天可能是關鍵字被ban 那對沒關係 不管流量了 我們就豁出去了 這麼熱的議題 怎麼可以不談呢 我們要來談chat DPP 在那之前先講 昨天賴清德剛好呼籲 他說面對了全球AI的浪潮 必須加速推動台灣的AI行動計畫2.0 發展台灣自己的深城市AI 不過同一時間轉頭自家的chat DPP 卻慘遭被打臉 這個時間軸有多尷尬 有多快喔 不到一天就下架 其實是6月13號晚間的7點的時候 民進黨的chat DPP上線 那不過到昨天上午8點到12點 就是上半天這個時間 網友紛紛的發現了 提問chat DPP都會自打臉民進黨 到了下午1點鐘的時候 就發現這個chat DPP不再回應提問了 時間過得很快 到下午的3點鐘 民進黨發言人宣布暫停開放 6月13號晚間7點上線 6月14號的下午3點鐘 就不幸的下線了喔 楊明哥這個chat DPP 當初沒有先壓力測試過 沒有先灌好 先交AI講什麼嗎 這個我昨天看到也覺得匪夷所思喔 那要用這個教育部國語詞點 最新收入的點點點 這個真的是讓我滿頭問號點點點 那其實你要知道 就是這種所謂的AI 你不要把它當作一種風潮 當作一種什麼噱頭 民進黨的這些文宣部或新媒體部的人 是不是搞錯了東西喔 基本上第一個 如果你今天要推出一個號稱 可以真的是幫人 所謂你要說是什麼 澄清謠言啊 或是什麼樣的一個功能 這樣的一個機器人喔 你要先有一個自己的資料庫 然後你說你是跟這個Google去連結 那你就犯了最大的錯誤嘛 因為Google不會成為民進黨的Google嘛 他不會只有你民進黨的言論嘛 他不會只有你這個同溫層裡面的那個Trade 如果你今天把這個整個資料庫改成用Trade Trade的言論也許有機會 可是像這一次這個AI AI之所以我們之前在ChatGPT 不是DPP ChatGPT裡面我們常那時候去測試 就發現有很多的 比如說你那時候我就自己輸入我的名字啊 就說黃耀明是當代一個很有名的演員 哦怎麼樣怎麼樣他演出了什麼麻辣仙師 什麼什麼 然後想說這是什麼鬼啊 結果他就亂扯 他找不到答案他就亂扯 那可是呢 那主要是因為我們跟台灣有關的內容資料 那個叫大數據 在這個所謂的TradeGPT裡面是很少的 那他裡面繁體中文跟簡體中文的 這些所謂的資訊量 其實是遠低於英文的內容 所以他們這個是慢慢他們是慢慢去建構 慢慢去訓練 然後逐漸的完善 這個是需要花很長的時間 如果今天你民進黨 從這個事情發生才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你就可以推出一個所謂的自己的AI機器人 那民進黨真的也是很厲害 民進黨不如你就請揮答 這個直接把你們民進黨併購 然後成為這個揮答公司裡面的一個部門 這個叫做政治AI訓練師 可是呢 這個最後弄出來是一個笑話 很多人說這個是不是吃了誠實豆沙包 其實很簡單 就只是因為在民進黨的同溫層以外的言論 他們長期都忽略了 他們都說這些是謠言 聽不到 結果沒想到TradeGPT 或是說這種所謂的AI機器人 當他去抓的是一個公開的資料庫的時候 這些才是正常的言論 就這麼簡單 可是我一直很好奇 那個趙天林是第五眾隊的成員 這句話到底怎麼來的 我聽到的是綠營內部 他們看了這些裡面 對這個東西最有意見 因為這整個派系會 那個整個勇言會這個系統會翻臉 會跟黨中央翻臉 你們做出來一個系統 怎麼可以允許讓攻擊 詆毀自己同志的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其他的那些什麼什麼 去消遣說什麼什麼 中國共產黨跟民主進步黨什麼 在什麼處理不實 用不實信訊去什麼宣傳什麼 什麼有相似之處啊 或者說什麼讓民進黨 柯文哲說讓民進黨改變好的 最好的方法就讓他下台啊 等等這些言論 民進黨裡面很多人都沒有那麼在意 他們最在意的是 趙天林是第五眾隊成員 這個東西到底為什麼會發生 他們很氣喔 很氣喔 所以這個我當然你說 像比如說昨天許小新 他也把那個訓練嘛 就是說這個發起的 就是新媒體部的副主任 他們在發起這樣的一個議題的時候 他們是怎麼樣去 甚至還去罵小新是 這個這個什麼什麼 用一些粗話去辱罵許小新 那你就知道他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充滿的是仇恨啊 他不是要跟你那邊什麼 澄清謠言什麼的 他們第一個他們要造謠 第二個他們要仇恨 那這樣子用這樣的動機 做出來的這些機器人 你怎麼好意思說 是反反擴權什麼什麼 互民主 沒有啊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互民主的話 這個GPT 這個 Chat DPP不應該讓他下架啊 發生這個事情你要讓他繼續講話啊 這才叫民主啊 結果沒想到講的是黨不愛聽的話 就讓他閉嘴 現在你問什麼都是 請到我們的網站去看 這才叫笑話 我覺得民進黨 真的不懂AI 不要裝懂 你現在這些作為 只是讓他覺得很BI 你也和我一樣愛吃米食 麵食 甜點 以及手搖飲嗎 我特別了解你的煩惱 所以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 超級好物 就是這個 每日完勝白勝豆萃取物 口含定 餐前30分鐘一次吃兩顆 吃大餐 So easy 萬萬出品的這一款 每日完勝白勝豆萃取物 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 夾鏈包設計 特別嚴選了北美優質白勝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GRAS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就趕快上快點GO 為自己的健康 自信 與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是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因為會有額外折扣